哈盖书 这卷先知书篇幅很短 但在整部旧约圣经中非常重要 几百年来 希伯来先知一直在指责以色列人违背与神所立的约 指责他们进行偶像崇拜 行不公义的事 先知警告他们 神会派巴比伦来攻陷耶路撒冷 摧毁圣殿 奴走百姓 这些事最终在公元前五百八十年 十七年发生了 但这却不是故事的结局 先知们仍然心怀盼望 期待神把改变了的以色列渔民带回 让他们住在新耶路撒冷 神将与他们同住 哈盖书的写作时间是公元前五百二十年 大约在以色列百姓被掳七十年之后 那时巴比伦帝国刚刚瓦解 波斯人开始统治事件 他们允许被掳的以色列百姓重回耶路撒冷 当时耶路撒冷已经变成一片废墟 在大祭司约书亚和大卫的后裔索罗巴伯的带领下 这群被掳回归的人开始重建圣城 也重新开始生活 这些事在以色拉纪一到六章中也有记录 对此我们充满期望 感觉未来似乎一片光明 可惜现实并不美好 至少在哈盖看来问题不少 哈盖书包括四个部分 概括了先知哈盖在四个月里 对耶路撒冷居民传讲的信息 哈盖一开始就指责以色列民弄错了先后次序 是的他们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 但他们却把所有的时间和资源 都用在重建自己家的豪宅上 完全不顾圣殿 从七十年前被毁到现在 圣殿仍是一片废墟 哈盖问 你们自己的房子真的比你们对神的忠诚更重要吗 这种懈怠跟他们祖先的被约本质上一样 因此他们的土地仍然贫瘠 他们遭遇饥荒和干旱 在这里哈盖引用了生命记中 因违约带来的一系列诅咒 哈盖说完这些挑战性的教导之后 紧接着是百姓的回应 可以参看以色拉记第五章 索罗巴伯 约书亚和以色列的渔民 听了哈盖的传道很激动 他们的动力也被激发出来 开始重建圣殿 第二部分讲的是一个月后 哈盖继续跟进这件事 他指出有些百姓的盼望破灭了 他们重建的圣殿确实很一般 跟五百年前索罗门造的那座荣耀的圣殿 无法相比 因此百姓的士气很低落 哈盖提醒他们 要回想那些伟大的先知 对神未来的国度和圣殿的预言 他特别引用了早期先知 以色亚和弥加对新耶路撒冷的预言 他们说 神会从耶路撒冷开始拯救整个世界 万国会在神国中欢聚 一同进入和平的时代 所以在神对未来的计划中 圣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呼吁百姓 无论环境多么令人失望 都要怀着盼望去工作 第三部分讲的是两个月之后 哈盖继续呼吁百姓持守圣约 他同一些祭司谈论宗教仪式方面的圣洁 内容都记载在《立威记》中 他说 如果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 然后又去碰一些食物 这些食物也算污秽吗 熟悉《立威记》的祭司回答说 是的 必算为污秽 哈盖就用这个例子打比方 说这就好像以色列民用污秽的手重建圣殿一样 如果这一代人不肯谦卑下来 不肯从不公义和冷漠中回转 那么无论他们用双手建造什么 那些东西都会变得不洁 包括这座新的圣殿 哈盖发出的挑战是 只有真实的悔改和守约 百姓的努力建造 才会带来神的国度和赐福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以色列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神等待子民向他表示忠诚 哈盖摆在贝鲁一代人面前的选择 跟摩西摆在旷野一代人面前的挑战非常像 百姓的顺服会带来祝福和成功 悖逆则会导致灭亡 在书卷结尾 哈盖总结了对未来神国临到的盼望 神会让新耶路撒冷成为全世界的荣耀中心 他将从那里开始对抗和战胜列国的邪恶 神提醒百姓会想法老的军队如何失败 他们又如何走出埃及这段历史 神会履行他对大魏的承诺 兴起从大魏后裔而出的君王 在哈盖的年代 索罗巴伯是这位君王的代表 哈盖书在结尾指出 未来是否有盼望选择权在百姓的手中 问题是与哈盖同时代的人会选择忠实于什么 他们会经历到应许的实现吗 索罗巴伯会忠诚到底吗 他是那位以赛亚君王吗 你需要继续读最后两卷先知书 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才能找到答案 但可以看到这卷短小的先知书 包含了对神每一代子民的挑战 他指出我们的选择很重要 神子民的忠诚和顺服 能影响神在世界上的工作 这个惊人的真理应该激励神的百姓 谦卑下来有所行动 同时盼望神国的降临 这就是哈盖书的经意